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回出了一个新闻 我一下觉得我小时候学过 我的课本上我记得清清楚楚 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 倒牛奶知道吗 我饿的资本主义 你知道就是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让我们背这个课本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告诉我们资本主义 为什么必然灭亡 因为资本主义就像一辆马车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它必将走向疯狂 有一天它必将跌下深渊 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性 是过段时间就来一次经济危机 倒牛奶 一到经济危机 是吧 资本家就把牛奶倒入大海 他也不给穷人 就是资本主义 穷人喝不上牛奶 但是另一方面 资本家把牛奶倒入了大海 所以资本主义是极大的浪费 食恶不是 我给你补充一下 文桃 最近有一个考题 然后说 为什么社会主义也会出现倒牛奶事件 是因为出现结构性的经济之痕 这是短期的是可控的 这个咱们你看 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个跟你的反应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牛奶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还没喝过牛奶 所以 那边 还没有 我们平常喝不到牛奶 甘肃那边还说牛 甘肃有牛 甘肃养牛的 你不要买牛 甘肃 甘肃喝不着牛奶 我们喝那个骆驼 骆驼的 养奶吧 养奶 所以你看那个应该很少见到 第二个 你看现在我们比他们要好一点 我们牛奶有些是到了 有些是给猪吃 对对 给猪 结果最后发现猪还不吃 所以我们比他们幸福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猪不吃牛奶了 对 我们河北农村那边 现在有些养牛的 就散户养牛的 现在真没办法 就是说一半的牛奶 全家都喝 猪喝了拉稀 我发现牛奶喝多了 是不是 猪喝了都拉稀 没办法就倒掉 你可以看看那照片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 你看 这个倒 白花花的 你看 这个养牛户们也很着急 现在开始卖牛了 对 现在开始卖牛了 喝家伙 这是当肥料 浇田的 这个牛奶能不能浇田 好像有问题 欧烂了吧 你看这牛 现在 而且你知道 我严重才发现 这玩意儿真把牛给可怜着了 对 因为我才知道这个公式 原来奶的产量 都能这么算 这个产妇 人的产妇 我觉得都 你不可能算到这么精确吧 说产妇吃点什么 就能产多少奶 但是牛 两斤 就是 两斤 饲料 产 一斤 奶 这是农民 我看他的材料里讲 所以 比如说原来 产奶量高的时候 他每天要给奶牛 吃20斤 饲料 但是现在呢 就给四斤 那不都饿成什么样 就饿得 他少 少流 少出奶 对对对 那个文涛 其实真的是 奶牛不会说话 我们说两句 我那时候认识一个 那个 生物学院的 你还别说 他是像那种花的 黑白花 对 黑白花的 代表奶牛说话 今天穿着奶牛花来 信里也有传说 他是这样子 就是奶牛 这个 最悲催 比我们说老黄牛 这声悲剧吧 对不对 奶牛比老黄牛可悲剧 他就是他要产奶 他得不断地怀孕 因为怀孕才能产奶 对不对 这不在意 然后呢 就是等到他产奶 他每天都会孕吗 对对对 他提出了 他每天都会孕吗 对 然后不是每天 他那每天都挤奶 那跟人一样的呀 你想想看 人他有一个产奶期 就是怀孕 生孩子之后的一段时间 那牛也是这样 所有动物都是这样子 我给你请教一下 一点妇科知识 就是说 如果人的这个妈妈呀 一直在挤奶 她是不是一辈子 也都能一直有奶 这个你得问生物学教授 我只知道 就是说 她得不断地怀孕 她不是长期的 然后呢 她这段时间 她可以挤奶挤出来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 她又要怀孕 然后还要 还要才能挤奶 还有周末 然后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啊 如果说牛 那个 他只要他产奶量少了 老了 或者是牛奶价格下降 然后他们会杀奶牛 每次都是规模性的杀奶牛 成本很高 每天养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你要当奶牛的话 这个 不奶牛的肉 能当肉牛吃吗 现在就是的 很多就是吃奶牛 跟一样 跟一样好吃吗 我是说 做火腿肠 给你做火腿肠 他们上次就是 那个有一家 那个奶牛公司的 然后也就是那种 我后来觉得太可怜了 也没吃 但他们确实是 有一坨肉拿过来 这样子 说是奶牛的 是的 就是你们的经济学家 得负责给我们解释 为什么现在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你看啊 在中国这个 第一个这个是杀牛的 现在这个盗奶的 你发现都是散户 对 没有公司 这是跟你全部一样的 也就说什么 就是08年那个 三聚勤安以后 中国乳液痛定思痛的 结果是什么 说这个散户养的奶牛 采在奶是不安全的 他们在里边采在东西 然后导致我们受害 那么我们自己来饲养 所以现在有很多大的这个乳液 像伊利亚这些 都有自己的养殖场 我自己的牛产自己的奶 然后我来做 这个产业链形成了 甚至有的就是听说是给新西兰买 对我们现在 我看了一个统计数据是 90%以上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规模化的 这种养殖 10%的现在是散户 所以我觉得 我说一个比较残忍的话 这是一个好事 这个好事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这种模式本身 已经完全不适应 给中国人供美了 中国人应该说是全球吃奶最多的 尽管是每个人 我看 我看那个乳液协会的讲 说中国人事实上 每个人拥有的奶 叫占奶量 人家这个专业词汇叫30公斤 全球平均 发达中国家是130公斤 发达国家超过200公斤 我们现在只有30多 所以他讲 我们事实上缺奶 我想缺奶有两个 第一个中国人吃奶少 第二个比广电总局可能封杀的比较多 所以就缺奶 但是总体来讲说 为什么缺奶还倒奶呢 然后他说 你看 倒奶的都是水 不是那些规模化养殖的 这些就说明什么 这个事在进行 以前我们看到 如果公司倒奶的话 那叫奶过剩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说 资本主义国家倒奶 那真是生产完全过剩 过剩以后没办法 大家都得倒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少数的养殖能力比较差 靠风险能力比较差的 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周期 刚才叶老师讲了一个生理周期 是吧 讲这个要歇一会儿 然后再挤奶 事实上中国乳业 有他自己的一个周期 有一年奶荒 缺奶到处 然后养殖户 就养了很多的牛 紧接着第二年饱和了 第三年过剩 这个跟猪周期很像 我们的猪肉也是这样子 猪肉大量 虽然价格那个很低了 然后大家杀猪 然后母猪也杀掉了 等到猪肉价格高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养猪 然后你看吧 到第二年第三年 肯定有 所以是这样 奶油很像 我看到 是不是最近国际油价下跌 听说跟国际奶价也下跌了 奶价下跌是因为过剩 奶价就是总体 全球来讲的话 有点过剩 是这样子 就是刚才他说 那个马老师说 奶牛 散养这一块 是一块 就是现在散养 基本上是 十万户十万户的退出市场 它基本上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以前家里 比如说养个 两三头奶牛 去进来去卖 这样的模式 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所以以后农民朋友说 我还要再去买两头奶牛 别干了 这个干谁干谁死 非常的非常的 就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然后但是有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公司 做饿的有时候是公司 我公司跟你 这个一家什么乳业 什么企业 我跟你签好合同的 说这个来收购你多少多少 对不对 结果他现在一看 哇 我国外进口又便宜又好 差不多价格降低一倍 一半 我为什么还要你的奶了 对不对 为什么国外进口的反倒又便宜 比这国产的 它的养殖成本低 你说一个简单的 你看你看那个 有些你开始祖传多少队 他都在养奶牛 那个地是他的 那个地是他的 咱们的地都不是自己的 你要规模化养殖 包括你的草 所以你看这个2014年以来 我们可以是公开讲一个事实 讲中国的农业有多落后 中国自己的农产品的价格 比国际高很多 为什么 我们的整个生产方式非常落后 我们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三十多年 大家都看到变化很大 任何一个行业 翻前覆地变化 农业没有 我有时候回老家 你看我还看到那个人后边 一个牛后面跟着一个人 那种种植方式 牛就是又出肉又出蛋 对对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便宜 一系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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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最近还听一个消息 好像说中国人要培养 拿土豆当主粮 以后我们要吃土豆 做主食吗 是的 真的吗 土豆作为主食之一了 这是确定的 我们甘肃人以前就是吃土豆 所以他叫我们洋芋蛋 有一个西北人 有时候他们那个 比如说少海人 其实我们 叶潭老师就会叫 那甘肃洋芋蛋 我们主要为什么 主要就是吃 南方人根本不说 蛋这个字好不好 除了鸡蛋鸭蛋 可蛋也不说 不说 对 我们河北人说什么 驴粉蛋表面光 但是最终你讲 你要真的就是 这种营养结构要提高的话 恐怕不是土豆能够解决的 你看现在那些小青年 特别是那个小女孩 一道这个 人家叫吃薯条 土豆泥 这不叫主食 对 这是零食 他得说 我们的那 这个叫主食 主食是一步一步 怎么说到主食 你想 你整天吃土豆吗 不是的 你想穷的时候 你整天吃玉米 是可以过 是可以活命的 现在富人吃玉米 你可以吃这个 每天吃 我们小时候吃番薯叫做 你可以活命 我都吃的 对不对 对吧 然后你天天吃土豆 你可以活命 你只要是这个脂肪 淀粉够 然后可以让你活下去 而且还可以 你想中国人历史上 最最人口就是繁衍很密的时候 就是清初就那个康熙之后 人口一下子增长了 对不对 从一亿多到四亿多 对吧 然后人口增长 当时就是因为南美的玉米啊 番薯啊这些过来了 主要就是主粮的改变 所以像那个 如果说马铃薯过来的话 大家种马铃薯 像我到你们西北去 然后到西南去 那高寒地带 都是种马铃薯的 对不对 土豆土豆非常好 特别定西土豆 有一年我记得那个 他用来是种 我用老奖 我用老奖 是土就是奖蛋 不是 这个叫 让这个中国足球 一直有个梦想 是冲出亚洲冲销世界嘛 对 后来我们甘肃 那个定西那个地方 你看高速路上的牌子都是 让甘肃土豆拱出亚洲 古销世界 都是这样 现在土豆非常好 你看现在 北京有很多 北京有很多 你看那个专门店 包括这个梅当劳啊 这个肯德基啊 用的如果是好土豆 一定是甘肃土豆 因为它那个甘汗 甘汗呢 那个吃起来比较面 所以非常好 这个真是不错 但是我现在发现啊 中国人正在在 这个活得很 很跌幅 那以前你看我们吃那个玉米糊糊 对 那是因为没北面吃呀 是 没有好吃的 现在是为了健康 现在不是人家那个有钱人 吃那个窝窝头 对吗 但是你要我来讲的话 我现在觉悟还没那么高 你让说把土豆当成主食来吃 我还是接受不了 我还喜欢喝奶 奶不要倒了 奶奶还别说 要不说自打上次 这个我们这传出一个文章 说这个什么王石心脏 装了六个支架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 微信上的文章是不可信的 是吧 微信朋友圈文章不可信 给人造谣 但是呢 我确实前一阵老在微信朋友圈里 看见他们传一个文章 就是说这个牛奶啊 是不是咱们没琢磨过这事 就是说啊 这篇文章大标题就是说啊 你见过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 成年以后还喝他妈的奶的 我不是骂人 就还喝奶的 说只有人类 你自己就是违反自然 然后就说 就像你刚才讲的 说你又见过什么母的动物 他一辈子都在挤奶的 这都是违反自然的 而且就说 有些地方这个奶牛啊 他一直这么挤啊 他发炎 发炎呢 里边就用抗生素 什么四环素 所以你这个奶里头啊 不定有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文章的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是不是不要吃奶 你那个 你还是个复课专家 你看那个 我为什么讲他不是反自然 因为你看那个上帝 他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会满足人的各种各样的需要 上帝让人 包括很变态的需要 你看你不是要喝奶吗 对啊 那个喝奶 你说正常的话 应该是婴幼儿时候的喝 对 但是人的需求不一样啊 他有需求以后 所以出现了奶牛 出现了奶羊 这些东西 人需求以前 人需求以前 所以有个进化 我觉得没那么可怕 不 这个不对啊 我觉得 其实人没有必要 把自己看的 把看的高于万物之上啊 我觉得你就是万物中的一环嘛 偶尔 你这恐龙灭绝了 偶尔产生的人 人的产生 人类的产生是很偶然的事情 你说这个南非老祖母 路西 这个几百万年前在那儿的时候 谁知道啊 对不对 然后谁知道会变成现代人 然后变成现代人 一直到现在 然后包括未来 谁知道小行星怎么样 所以这种东西 所以喝奶没关系 对 喝奶是不是主要是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 这来的 没错 你看欧洲人 欧洲人的先祖 基本上也是游牧生活方式 没错 对吧 咱们 其实咱们汉族 就是咱们农耕民族 好像在远古的时候 并不是说老成年人天天喝一杯牛奶 那你想文涛 没有牛 当时我跟你说 你们不看那个张爱玲的那个传记里头 他自己传记 小团圆 你肯定看过 小团圆 他说他妈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讲究的时候 回上海来 他是喝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是很珍贵的 就是在 狗奶吗 不 在跑狗场 跑马场 养了几头羊 然后呢 他这个挤羊奶 送到这个全上海的有钱的人家 然后这个就算是比较好的了 其实刚才文涛说的一点也没错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食物 是因为以前都是饥饿阶段 就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上一辈都是饥饿过来的 所以呢他蛋白质是不够的 我们绝对不够 那么所以你需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而且你越是不吃荤的 他量越是大 你一吃吃两斤米饭 现在想想是不可思议 先吃二两对不对 那时候吃一斤 那么主要就是营养不够 蛋白质不够 维生素不够 所以我们得拼命的吃 为什么牛一天吃18个小时都在吃 他吃的是干草啊 没油水 他没有油水 他就得拼命吃 所以少数民族是这样 你出去放牧 所以你要放上牛奶 或者放上羊奶 然后弄上肉 然后再弄上坨茶或者普洱茶 对吧 奶茶 对不对 或者奶茶 你就坨了 对不对 你的营养结构就完整了 那么汉民族啊 其实农根民族同样也是这样子 农根民族没有说 如果说你想像那个喝奶茶 北方有可能还有 《红楼梦》里边些北方还有 一般来说南方如果非常好的话 他当时在明清以后 基本上喝的就是绿茶 然后他吃肉 吃鱼 他营养足够了 然后再喝点绿茶解解心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贵族的生活 没听说大人每天喝牛奶的 听也没听到 只有大地主留文采 喝羊几个奶妈 喝点人奶完了 确实是 你想起什么了 没有 他在说刘文采这个事 不说了 跟你这个 你既难克于富克于 刘文采这个后来人家也辟谣了 说当年这也是宣传 刘文采没那么万恶 只有 只有现在才 现在是啊 对啊 现在公安都抓了 就是这个 有些先富起来的人 对吧 说是养奶妈 就是说在网上都有这个组织 就是奶妈 就是他喝人奶 而且就是他不是到这里头喝呀 订好了酒店房间 因为这个到最后变成卖银了 对 就是说 哎 喝人奶 有的光喝奶是一个价 嗯 喝喝完了奶 再进行下一步 不是 不是那个所给你 倒给你 不是 就直接 像牛奶一样 对吗 就直接喂你 就是像牛奶一样 挤出来 放在杯子里 然后再端给你 没错 不就好了吗 后来还挑长相 后来还往上看长相 说这个这个 这长得好看 你说他这是干什么呢 那就别笑了 那是完全两码事了 这个你们有发言 不是 你们俩 你们俩我看聊得特别好 是 所以你们有发言 聊到专业 聊到专业 我真的在旁边听了 不是 我觉得这也是你熟悉的生活 我没有 我们你看那个 北方来讲的话 只有他是委员 我们那个地方 就真的很少 我记得小的 我那个 你们北方应该喝牛奶 我姐家孩子小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愣了一头奶羊 结果那挤不出奶 我影响非常深刻 就是愣了个挤的 最后可能年龄大了 那个奶羊可能 因为那个羊的年龄 一般看不出来的 然后愣过来之后 挤就是挤不下来 那个小孩饿得直哭 我们拼命的 换一个人挤不行 换一个人 挤不行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 这个奶羊有问题 后来把那个人家 叫过来之后 说你这个奶羊有问题吗 人家说你看看 你把我奶羊挤成啥了 都挤没了 那四十二的奶羊 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那个四十三饮食结构里边 奶是比较少 但是现在人家讲 你看那个营养学家 一直讲 你每天一杯奶 或者说你各种各样的奶制产品 独有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个方向 而且他一直强调 说中国人吃奶不够 中国人还是比较 过去我记得这些专家 就把这个 为什么就战后 日本人本来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的时候比咱都矮 对吧 但是现在 日本青年人的平均 日本国民的平均升高 已经超过中国了 那有可能 他们当时就归咎于喝牛奶 说日本政府 政府行为全民喝牛奶 说我们中国应该喝牛奶 才能涨高 是你这东西 这个也有可能是名字 以前日本人根本就吃不饱 后来吃饱了也就涨高了 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 这你说到底 我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说到底我就想起来 其实咱们还是回到奶这一块 倒奶这一块 对 你想想看 我们买的新西兰牛奶 我们买的这个 我们一方面在倒奶 对吧 一方面在进口奶 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奶 然后呢 你想人家这个 有的奶牛 有的奶牛 是过得怎么样生活 你比如说 它还是要死的 什么肉牛 但是你给它听音乐 给它按摩 对不对 草坪上 每一块还有私家草坪的 那是和牛 对呀 你说私家草坪多大 对不对 还是给你的 喝啤酒 咱们这儿的这个养牛厂 就一头一头挨得很密 对不对 私人的房子就很少 这个影响完全不一样 影响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你看那个 特别有人讲 比如说这个猪肉 对 这个猪肉呢 你平常给它听音乐的 让它整天 这个吃完饭以后 散步的 整天玩的 到最后这个 这个你要 窄杀的时候 你把它放入一个 非常安静的环境里边 让它不知不觉死掉的 肉质特别好 但是你整天 你像那个农葱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 看到农葱那个杀猪 我那个很恐怖 几个人愣着 摁住 对 是的 就是那种肉 其实是它 这个有些有些变异 就是临死前的 身体分泌的 对对 毒素 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 我们不是说 从洋煤味 说国内的养奶 比我们的土奶要好 事实上真的好 人家的那种 先进的生产方式 包括价格很低 你们这个结论 所以我觉得 稻奶是对的 对 你们的结论 一个是稻奶是对的 二一个就是 中国这个散户 就别养奶 别养奶 不要养奶 现在是这样子 你散户 做不过公司 你国内公司 做不过国际公司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 竞争的东西 你比如说 像有孩子的家庭 你拼死拼活的去 什么荷兰奶粉买进来 对 什么澳大利亚奶粉买进来 拼死拼活的 没办法 就是再高你也买 另外一方面呢 国内当时你 你没有到吧 起码它有的时候 还不是那么畅销 现在稍微滞销一点吧 它就开始大到而特到了 所以你想想看 你跟国际一竞争 你就会发现 草也不如 空气也不如 你说的特别 奶牛的心情也不如 对 所以你这个怎么 它是这样 人的心情也不如 对 我们的奶为什么 不如别人 然后最后摆子 说打到奶牛头上 说奶牛为什么不好 吃的草 我们那个草一开始 你比如说中国种的那个草 有些是有一些什么绣病 你看那个黄绣啊什么 它吃了以后 里边的那个成分 一定是不合标的 不合标以后 就在一家三具清安 一家三具清安就看起来不错 然后这不出问题了吗 然后他呼吸的那个空气 他喝的那水 所有的都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讲这一次啊 我看到农业部 紧急发了一个通知所 要签罚北极的 要尽可能的不让他们盗买 然后尽可能的让那个 那个那个牛奶公司收购他们 我觉得又会害死他们 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 你看咬猪的 咬猪的就被那个猪补贴 害死了 你知道当年 当年有一个争论 就是说 社会主义的盗乃 和资本主义的盗乃 有什么不同 这个题啊 不是我出的 本质有五点不同 2006年的研究生考试 政治课题 就是一道题 就社会主义盗乃 当时的回答就是说 资本主义盗乃 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了 社会主义盗乃 是因为供需 但是现在一般的认为 就是说 这事啊 跟社会主义 跟性社性资没关系 跟奶油有关系 他就你比如说别的产品 你生产过量了 可以存 但是牛奶有一个特别的 它不能存 那你不到 又能怎么办呢 做还是 也说明产业链有问题 他做起司啊 做奶油啊 做啊 做这种 就是我们这些产业 没有起来 你可以做酸奶呀 你可以做别的呀 我们这些产业 基本上 你看那个起司 我们用的 基本都是货味的 对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对 一点点都非常贵 对 咱们劝咱们这个 河北奶奶 做起司 他们好多人